今天坐火车从大阪来到了奈良 来一个踏青一日游 车站边上的美食购物街很热闹 奈良城市不大 有很多的公园和古建筑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一般游客来奈良都是在奈良公园这一带 这边有很多著名的寺庙古建筑 其实日本的很多古建筑都是仿造了中国的 大部分都是木制的 所以很容易损毁烧毁 所以其实看到的很多古建筑也是后来维修的 但是修旧如旧 我今天来奈良就是来一个踏青一日游 看看这边的樱花开没开 给大家猜猜点 奈良最大的特色就是到处都是小路 其实奈良的小路外形看上去不漂亮 但因为长期以来可以和人和睦共处 变得非常有礼貌 我来奈良的这一天是3月28号 山坡上只开了几棵樱花树 不过一般来奈良的都是看小路的 所以其实看不到樱花也不觉得特别遗憾 这个奈良公园里有很多的其他树种 也开了不少花 看看这是什么树 去年秋天我还在这里拍了赏秋的视频 现在是初春季节 很多树还不是特别绿 不少穿着漂亮服装的小姑娘也在这里拍照 穿过这片花树林到前面的陆院看一看 这里的树林中有好几百只小路 他们完全不怕游客 前面有一个万叶植物园 以前没进去过 进去看一看 感觉这个植物园四五月可能会更加漂亮 现在气温还不高 花的品种太少了 有一些油菜花 这个小公园还是收费的 不过票价很便宜 有一个池塘 不大的一个庭园设计 因为是收费的 所以进来的游客很少 这里的特色其实是有一片紫藤花园 不过紫藤树都没有开花 如果开花了 这里会很漂亮 离开了万叶植物园 继续往春日大社走一走 看这个路的雕像 通向春日大社的这条路上 有鸟居 有很多的灯笼造型 秘密的灯笼中 不时地会探出一些小路 感觉这条路上的小路非常地神秘 很小心翼翼的感觉 你只要去喂食这些小路 它就会向你点头鞠躬 真的是非常可爱的小路 这里有卖鹿食的 十块钱一包 好像这里的小鹿 只吃这里的鹿食 你喂它其他的它也不吃 鹿院这边没有什么樱花树了 都是小路 这水塘边不知道是不是樱花 反正还没开 前面是著名的东大寺 东大寺 包括前面看到的南大门 都几乎保留了最原始的状态 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古建筑 就是这样的原始状态 看看这些高大的柱子 全都是木的 保留着原始状态 也没有刷漆 这个南大门还是非常高大壮观的 很明显这一组巨大的木制建筑 是参照了中国的唐朝建筑 在这里屹立了一千多年 这个珍贵的珍贵在保留了原样 前面就是东大寺 东大寺前面这块绿地池塘也挺美的 非常多的小路 自然与历史 人和动物完美和谐同意 来拍一拍这里的小路 画面真的太美了 前面这个东大寺气势灰宏 是目前实际上现存最大的木造建筑 我上次进去拍了一下 现场确实非常的震撼 东大寺上去拍过 总体来说今年整个日本的樱花 都往后顺眼了 至少一周 虽然今天没有在奈良看到多少樱花 但是又看到这些可爱的小路 还是非常好玩 回来会一会小路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这里的小路 带连公园这里还有一些博物馆 时间充裕可以过去看一看 坐火车又回到了大阪 这是大阪的梅田附近 在大阪的这几天都是提前订了酒店 虽然这两天也走了几个城市 但因为今年大阪的樱花开的也晚 所以并没有拍到什么好看的樱花 在梅田这边逛了逛 准备在商场里吃个晚餐 选了一家比较清静的 主要我不太喜欢排队 所以很少去那些特别网红的餐厅 店了一份招牌套餐 虾 虾的一份 这个虾相当好吃 这是炸的鸡肉 茄子 有点像 古老肉 这好像是鸡肉吧 蒸菜 可能主要讲究一样 站就调量吃 这个汤也不错 我这次的赏鸣之旅 因为是按照之前的 樱花预报设计的日程 没想到来了之后 整个樱花开放期都延后了 所以前十天 几乎没拍到什么樱花 听说京都的樱花首先开了 准备明天去京都 后面的行程也会重新做调整 拍不到樱花事不罢休